- 歡迎來到BikeTalkBikeTalk的現場 這檔節目是由自行車出租同業工會 跟時代攝影學校聯合直播 這檔節目會有邀請非常多的一個優秀的領導人 在自行車產業生根 不光讓自行車產業發光發的領導人來到現場 現在Dive的右手邊是我們來自蘇聯公司的總經理Bub 來Bub跟大家掌聲招呼 哈囉各位車友各位自行車的同好大家好 我是蘇聯公司Bub 對 真的非常難得的邀請到Bub來到現場 那我們這檔節目就是一盡到底絕對不減 我們就是整個原汁原味的呈現給聽眾朋友 好的 蘇聯公司是從1987年就成立 那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蘇聯公司 好的 蘇聯公司像剛剛Nick所提到的 我們是在1987年 在美國自家哥成立 那當然一開始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從變速器旋轉的變速器開始 對 那跟台灣的淵源是1990年 90年的時候 對 我們創辦了來到台灣 然後拜訪完客戶之後 覺得真的很有必要留在台灣 對 來開始來這邊生產 對 那所以1990年就開始著手 所以到現在已經今年到9月 即將進入到34年 哇34年的時間 那當時呢 為什麼會決定要生根在台灣 我記得跟我們創辦人 他有在回憶這一段 就是說有一個小故事 當然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來到台灣 發現台灣自行車的聚集 跟產業這樣子的一種型態 真的有必要 那因為製造也都在這裡 但是其中聽說 聽說 通常聽到聽說我都有點few了 是是是 那這個也是那個雙方當事人 都是有證實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老闆叫Stan 是 他當時來這邊當然 因為那時候還是一家小公司嘛 對 第三年第四年 然後來台灣來推廣這個業務的時候 那當時的梅利達 現在的曾董事長 那當時應該是負責公司採購部分 據他們兩個在上次 我們在亞洲開發中心開幕的時候 他們也回憶到這一段 那曾董事長就跟我們老闆Stan說 你的產品很好 但是他很希望強烈的希望 他要在台灣生產 而不是從美國做完之後再運到這邊來 我想當時就已經有 我覺得曾董事長有那個短鏈供應的那個想法 那我們老闆聽到之後 那一次他就出差 本來通常都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就回美國 結果那一次他回憶說他就留下來 就開始籌劃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來準備 就是因為客戶的要求 那他也看到確實 台灣自行車產業正在蓬勃的發展 對 所以他就認為說應該要在這個地方 來成立一個製造的一個部門 而且不斷的就是生耕發展 其實以一家外商公司來說 能夠在台灣這邊獨立生耕是不太容易的 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說 其實一開始算是一個非常小的規模 那當時在所謂大家應該知道 川菲公司那邊 乘租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廠房等等 然後慢慢從那個地方開始來著裝 那現在目前在神剛 我想大家如果有業務往來或是知道 騎車經過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那個地方就非常 有一條那個道路上 走兩步就看到LOGO 走兩步就看到LOGO 是那個地方 神剛工廠剛好也順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數年在台灣 共有五個廠區 分散在五個廠區 但是都在台中市裡面 那剛剛所提到的神剛 就是我們最早也是目前規模最大 那主要是負責我們很多產品組裝 其實都是在那個工廠 那時候會挑選到在神剛 會不會是因為往北是大甲 往南是彰化 是 所以剛好在中心點很方便 對確實 那當時因為也是 那一開始最早是在穿飛 那地人的關係 所以當時後來要出來的時候 也在附近 是 開始一些員工 也一開始參加的時候 就是都是當地人 對 那我想 因為剛好講到工廠 就是因為去年又決定 公司又決定加碼的投入 在台中成立一個 整個更大的一個廠區 大概是三萬 三萬坪 三萬坪的一個廠區 那當時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投資百億 是 這個尼克剛提到 這個確實是一個非常 振奮的一個消息 對 因為一個已經很成熟的一個公司 我認為三十幾年的公司 其實很多都會覺得 我就照目前這樣 我的單能夠順順的接 然後順順的就這樣子出貨 這樣就好了 那為什麼還要再繼續的投入 是 感謝你提到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也是 透過今天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做分享 可能有點長 這個太多原因加在一起 而不是單獨一個原因來決定 這個因為你剛提到 這個投資算大的投資 那稍微容許我把時間 再拉往前一點 我剛剛提到說 從神剛開始 那我們真的很幸運 因為自行車產業在台灣 當然也經歷過這種高山低谷 但是一直在台灣就是深耕 整個產業在這個地方 特別經過在A-Team的一個提倡之後 我相信 比如在台灣的自行車產業 經過一次升級之後 它的製造跟它的轉型 都非常成功 那也是這樣子 我們持續在台灣成長 也跟客戶這邊建立一個非常好的關係 所以神剛廠就 就很大的村 真的 慢慢長大 那也是說 應該是說在地化太徹底了 所以以至於我們從原本的 在中山路旁邊一個很小的據點 慢慢長大 可能也是因為當時沒有太多長遠的規劃 所以我們開始可能用了一些 原本的基地開始成長之後 開始用了一些所謂的當時 可能或許被允許 或許也是法律的一個灰色地帶 我們開始用了一些農地部分 當作一部分的廠區 那就這樣子持續長大 那事實上後來我們也確實發現 政府開始注重這一塊 我們也覺得說 確實對土地的使用的正當性 所以後續除了神剛之外 我們開始的擴廠 我們就開始往 我們所謂的豐州工業區 我們建立了一場 豐州二場 在安和那邊有一個開發中心 對 亞洲開發中心 那甚至我們倉庫也不夠用了 所以我們又租了一個倉庫 所以我剛剛提到說 目前有五個點 分散在這些區域 那當然目前最大還是神剛工廠 大概目前員工也有2000人左右 那所以其實我們一直長時間以來 包括我上任的總經理Hank 他也都其實一直就在尋找一個 合適的土地 對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 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塊合適的土地 那所以這樣子尋找那麼久 當然我們過去有跟幾個標的物來談過 但可能就是當時的時間點 或是當時的位置 可能沒有那麼的恰當 直到您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在前段時間對外宣布說 我們要在台中 在潭子區那邊 我們有找到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土地也非常非常大 那目前規劃起來 大概在3萬1000坪左右的廠區 3萬1000坪 很大 真的 那這個廠區就是可以把目前所有的5個廠區 全部集中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未來等完成之後 我們會把所有目前信用的這個部分 全部搬移到那邊 所以一個新的廠區規劃 我相信包括土地絕對是合法的 工業地 那因為也剛好有這個機會 可以重新做生產的規劃 那神鋼如果早期或是有去過的 大概一定都知道 因為他是這樣子慢慢成長 所以他的產線規劃講真的不是那麼的理想 沒錯 有時候製程做到哪一個地方 還要再用這個運送的方式 對 再拉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特別我們Ateam 早期在談所謂的這個 精實生產管理 它不是一個最佳的一個規劃 但是會不會是 也是因為這樣 當時就是 數據的呈現會更早 蘇聯公司就開始很早就開始做這一塊 整個數據化 讓你可以更精準的去精算出 確實 確實我們自己其實很多是明顯可以看得到的 那只是礙於 因為環境跟那個廠區的限制 那所以一部分也是確實它 那個廠區也有點比較歷史久遠了 包括我們接下來要談到的一些 包括綠建築啦 效能量的使用 太多想法 其實包括ESG等一下我們應該也會談到 我們很多想法想要弱勢的時候 被現有的這個限制住了 那所以我們也當然很開心 所以說很振奮是 總部 美國總部那邊 也很支持我們這個想法 所以新的廠區除了 大家可以全部聚集在一起 所以可以縮減這一種所謂溝通距離 然後生產效率 特別是在能源的使用效率上面 這個我們相信也會是有一個非常大的琢磨在這個地方 然後包括員工的工作環境 我們其實在開始要正式宣布這個的時候 我們也做了員工內部很多的這些訪談 就是目前現有員工對工作環境 我相信ESG裡面其實不是都是在談環保啦 沒錯 探牌 其實員工的照顧也是非常重要 你怎麼樣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讓員工來這邊上班 已經工作辛苦了 那我們怎麼在這個環境上面 可以提供比較更舒適的安全的 我想安全衛生這一塊也是我們所重視 所以新的廠區 我們列了很多我們講的所謂的願望清單 witch list 比如說員工希望有什麼運動的休閒 然後包括健身房等等的 灌洗室或是腳踏車的這些 更容易騎車來上班這些相關等等 我們都把它列起來 那我們目前正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些元素跟照顧的部分 會把它放到這個廠區 那這個廠區現在目前 就是已經動途了嘛 去年已經動途了 那現在已經開始快馬駕鞭的 趕快再蓋的過程 現在可以先稍微透露一下 這個廠區會有什麼樣的規劃嗎 除了剛剛講把這五個廠 把它融合成一個廠之外 那你做了哪些事情 你剛提到的綠建材啊 或者是做整個人員的管控啊 有做哪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OK 好 我們在去年的9月有正式的已經動途 我相信那天也很多的嘉賓貴賓 大家一起來參與 其實動途之後 我才發現 哇 還有很多後續的 對啊 還有很多消防啊 什麼各式各樣的 那些包括建築的規劃啊 討論啊 細節等等 包括這些店啊等等 確實哇 那個有個非常大的專案 那我們內部成立一個專者的團隊 是 那當然我們也跟投資公司 其實這次案子是不只有蘇聯單方的 我們也一起合作 一家投資公司 基金公司 那嚴董事長他對這個案子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們就雙方共同討論 所以大家可能也會經過說 欸 奇怪那個地方怎麼好像還沒有 但是其實在幕後很多工作 我們都沒有停下來 一直在模擬 對 那應該可以預告是 近期應該就會很快看到 開始有一些機具 開始成現了 準備就進駐 所以這一塊是可以的 那另外剛剛你所問到的部分 就是說除了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會比較會拿到 就是台灣的綠建築的營集認證 喔 營集認證 對 那因為同時 不容易 我們同時因為是做蠻多外銷 所以我們會取得LEED 國際的這個營集的認證 所以我們同時是雙標準 要來檢驗這個建築物 所以絕對我們在硬體的部分 我們會朝這方面來做規劃 那在能源部分 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們相信重新規劃上面來講 可以把過去一些 因為硬體的限制 以至於能耗的部分 我們會把它design in 設計到在這個廠區裡面 包括這些空調 這些整個溫度的使用等等 那當然我想 因為新的廠區 所以我們會在屋頂 我們也會搭建這個 所謂太陽能板 我相信這塊也是現在目前很多人 想要去取得 所謂的這個能源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剛好廠區夠大 那屋頂這塊 我們也會非常有效率的來規劃 太陽能板電這個部分 對 那空間大了之後 其實我們現有目前 5個廠區大概是在 大概在2萬坪左右 那我剛提到我們最終規劃 3萬1千坪 對 那所以這塊的空間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包括未來的發展 那其實也回應一下 剛剛講說 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會做這個投資出的 剛剛提到的歷史因素之外 剛剛提到一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 其實這個時候很多人 在有不同的公司規劃 這沒有所謂的對錯 那只是我們的選擇是 我們認為我們的公司 我們的規模 跟我們對一些製程的需要 台灣真的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對我們的公司來講 這個沒有所謂的一定比較說 一定要到哪裡 每家公司都有它自己的選擇 只是我們評估起來 我們認為台灣是 最適合我們公司 因為我們畢竟走的是屬於 比較精密 要對品質要求 包括在時間開發上面 台灣的很多的供應商 非常非常優秀 特別在中部這個地方 那以至於我相信 大家看到我們每一年的時候 推出的新產品的速度 品質 跟給客戶所帶來的 包括運送 時程的競爭力 特別在疫情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相信 我們所呈現出來的 跟其他的我們的競爭對手 我們會看到有些差異 對 那我相信這一塊 除了公司自己的努力之外 員工大家很努力 供應商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在這段時間看到 從一開始的集單需求 後半部的這種所謂的 去庫存的問題 對 供應商真的是 很棒 而且很關鍵的角色 幫助我們 在一開始的 起來的時候 還有包括後面的 這個所謂的 去庫存的調整 其實大家是共同努力 那台灣的供應商這一塊 我必須想說 哇 至少我們真的看到 對我們公司來講 是非常棒的一群合作夥伴 對 所以以至於 我們會希望在這個時間點 來台灣繼續擴大 投資 然後在這個地方繼續生耕 對 而且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我在想 當時在找這個場地的時候 應該是非常困難吧 要把兩三千個夥伴 能夠在某一個地方 移到另外一個公司上班 那可能前期就 我就在思考 一定很難 是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挑戰 有 再分享一下 對這個也是 尼克真的很會問問題 都問到這個重點部分 確實 千場我說從以前 就一直在找地點 那包括我相信 特別政府 不管台中市政府 經濟部那邊 連各界都很努力 他們都很努力 也幫我們推薦 有哪邊不錯的地點 那包括其他 有一些的推薦的地點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你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我們有兩千多 甚至疫情高峰的時候 有到四五千人工 其實我們真的很在意員工 那特別我們過去曾經 有一次簽廠的經驗 就是我們把 原本有一個大理工廠 那因為也是土地的關係 土地那個地方 我們認為應該要先改善的話 先從那個廠區開始 所以我們那次的簽廠 就讓我們意識到說 從大理簽到神剛 就將近二十幾公里 那一次的簽廠 我們就很遺憾的 有一些員工 對他來講的這個通勤 跟距離來講 他是無法去符合他的需要部分 以至於我們有一些員工 確實就沒有辦法 來做這樣的一個簽廠 所以我們這次 在選擇這個地點 就非常重要 所以你剛剛提到那個點 就是我們後來 找完這個點 當然覺得 彈指應該還在算台中市的精華裡面 這幾年彈指發展得非常好 然後我們後來一測之後 去年那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附近的房價都漲了 對我就沒有早點想到這一點 那我們後來發現一量測之後 Google map一量測之後 我們這五個廠區 到這個新廠都在十公里 OK 都是差不多九公里多 十公里 是 那我相信以十公里 這樣的一個通勤的距離 然後包括彈指那個新廠 它的大眾公共運輸又更方便 對 我相信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彈指火車站在離不遠的地方 你可能走路大概十分鐘 可以走到 甚至你可以騎個U-bike過來 那你可以搭台中捷運 是 那邊都有設那個U-bike 對 包括公車 這個三種公共運輸交通工具 都可以很方便到達那個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 對員工上下班來講 確實就比較 我們不會有擔心說 因為簽償部分 那確實我們也調查 大家對這一塊的距離 甚至很多人就說 啊以後我走路 只要走路上班就好 因為 我們其實很大一部分的員工 本來是住攤子 住在攤子 OK 現在目前夥伴 員工夥伴好像有幾個 是已經待三十年以上的 嗯 我前陣子有看那個 你們有幫他們辦一個 類似慶生 就是在公司已經待了三十幾年 我覺得這很不容易 是 蘇聯公司其實在 對 夥伴的一些成就成長 給他們更多的未來空間發展 我認為 呃跟 說實在的 我講真心話 跟一般我看到外商公司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外商公司呢 它都會 反正你已經沒有辦法 供應很多的想法的時候 或許它給你機會去其他地方去揮灑 哈哈哈 但是 數量好像不太一樣 對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 呃 在蘇聯的我們剛剛講工廠段 我們現在要聊聊產品段 如果是這樣 蘇聯的產品是不斷的精進 不斷的是需要去看到消費者的需求 然後把消費者的想法架進去 我想要了解一下 蘇聯整個產品的接下來感覺好像生態系要完成了 對不對 有一種蘇聯宇宙的感覺 哈哈哈 是 謝謝 謝謝你可這麼的關心我們 那先還是聊到員工這一塊 是 呃 我們常常在講所謂的在公司內部 然後我想在這邊也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常常提到所謂的3P 三個P 對 一個當然第一個就是people 是 你剛剛提到人對我們來講非常的重要 是 呃 傳統產業裡面 我自己在傳統產業這樣20幾年 當然大家講好像傳統產業就是覺得 啊傳統產業的那種觀念 可是傳統產業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特性 是呃 類似像那個酒一樣 越酒越香 那個你的經驗的累積 你的包括呃 對產品的知識的了解 對 這一塊其實跟可能一些呃 其他產業非常競爭不一樣 就是說喔你好像年紀大了 好像你的這個反應啦 嗯 變慢了 但是在自行車產業我覺得這一塊反而是一個優勢 對 你在這邊越久你對齊勤的了解啦 這個部分其實很多東西不是只是去學一個新的知識 是 你就可以可以取代很多東西 它不一定是機器你把它調整的很完整之後 它就可以很精準的出來 對 很多時候那種經驗是經驗 很難用言語去傳達 對 然後甚至你對這個齊程的文化的了解 對 所以人這一塊我們講說三個P 一個people product process 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非常重視 從人員的流財發展 所以我也講一下7月是一個我們的所謂的一個年度轉換的一個月份 沒錯 已經很久了我們就不用所謂的那個叫什麼績效評估 performance review 我相信很多公司在 有的是設定在6月底 有的設定在12月底 就是員工最 最緊張就害怕的時候 最緊張也最期待的 因為review完之後當然就會有好的事情即將發生 不管是過年前的這個分紅或是怎麼樣 那對我們來講我們已經很久了 我甚至應該超過10年 我們就不用所謂的performance 我們叫員工發展的review 那就是主管跟員工來談他對未來發展的期待跟想法 各部門的主管是要去知道員工他對未來職業的發展 有什麼樣的想法 所以等於是二級主管就一個一個跟底下的夥伴 所有的主管 你只有帶人 主要你有帶人 你只有帶人 一定要呈上每一個夥伴他對現在目前工作過去一年的想法 跟未來有什麼發展的狀況 你一定要跟一對一的 不是一個老闆對一群人 所以你底下人多的時候其實這段時間就非常忙 因為你一定要分時間來 當然其實我們也不鼓勵說一年才做這麼一次 甚至我知道我們有一些主管非常的熱心 每一季都跟他的團隊在談他的發展 遇到什麼狀況 指甲上面怎麼需要被支持 像包括我跟我的老闆 我就會談 裡面有一些問題就會問到說 你未來三年的發展計畫 比如說我的上一階要說我五年之後我要再當我那個老闆的位置 這個是被鼓勵的 沒錯 而不是說你怎麼這麼大膽敢說要來把我取代掉 沒有這是歡迎的 為什麼因為包括我們自己都要去列所謂的接班人計畫 我們只怕沒有人要來接位置 對 為什麼因為我們一定要讓總部知道 我的繼承人的發展計畫是誰 那未來要用什麼方式跟機會來發展他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 不是只有一個 一定至少要有兩個到三個 對 所以員工發展來講對我們來講就很重要 所以當員工被重視 但是你剛剛提到就是我們很多人是超過像我24年 哇你24年了 我24年在公司裡面覺得還好 好像只在中間 像你剛剛提到的超過30年 對那我相信這些員工是看到 公司當然在成長 是 這個裡面帶到包括產品 對 很多一些讓人提出來很振奮的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讓員工也覺得說 產品質質裡面是魚有榮焉 對 甚至他們我們也鼓勵騎乘文化 我們也成立公司有這個騎行俱樂部 那常常會辦活動 包括教育訓練 對 你騎車你要知道怎麼車子裡面的一些 包括好了 你怎麼維修保養你的腳踏車 遇到爆胎了 遇到落鏈了 對 這個你要去知道怎麼去使用的時候 你就不會害怕 對 那你這樣不害怕的時候 你就會更熱情去擁抱 對 所以人這一塊我們講真的 我們真的進了非常大的努力在裡面 如果等一下還有時間 我們可以再多談這一塊 嗯 那生態系的部分呢 產品的部分 是 哇這個 果然是厲害主持人 對我很想瞭解整個 蘇聯宇宙的行程 真的 現在感覺到不太一樣耶 是 跟十年前的感受真的完全不同 謝謝 呃 從一開始我相信 我剛剛提到我們是從一個 呃 我們叫轉轉變速器 開始 那當然開始慢慢的擴展 那 創辦人跟 呃這一群 呃自身經理人 他們有一個夢想 對 呃我們在內部的 只要大型會議 或是我們對外的會議 我們大概也會提到 我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 蘇聯公司存在的目的是 我們相信自行車的力量 我們要擴展它 騎行的可能 嗯 我們創新製造 自行車零件 跟騎乘經驗 來激勵 騎乘者 對 所以其實這段文字 已經使用非常久 那我們對自己的公司的一個期待 就是我們怎麼去激勵 呃這些騎乘者 所以你的產品出來 你一定要讓人家覺得 哇 是我們講創新的地方 是 我們比較盡量不去做 me too product 就是啊 他有我有 那好像都差不多 對 我們好像這個 我們的企業的DNA裡面 總是有一股認為 我們要做頂部一樣的事情 嗯 那所以公司裡面也鼓勵這樣子 所以我們很多 新的想法的idea 那這些是被鼓勵的 甚至有些失敗的project 我們也必須很坦白講 我們每一年 推了那麼多案子 總是有一些會出錯的時候 但是 對 這個不會教習我們 或是去說啊 你怎麼會做這樣的錯誤 我們 我們在公司文化裡面 誠實的犯錯是被允許的 誠實的犯錯 等一下 我剛剛聽到什麼 誠實的犯錯 是被允許的 就是他犯錯 但是 他很誠實的說我犯錯了 或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是說去欺騙啊 OK 理解 就是說你也相信這個是 符合公司最大利益 當然就是有時候呈現出來的結果 可能不如我們的預期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應該是在 推出公路油壓煞車第一代的時候 我們確實跌了一跤 我那次 包括我們的公司的創辦人Stan 他親自出來 對整個媒體道歉 對 沒錯 我必須講說其實 那時候我們所有人看到那個視頻 大家心都快碎了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 Leadership 一個非常好的展現 就是說他對外公開道歉 他對內部從來沒有任何的指責 我們有的只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漏掉這個部分 以至於在低溫狀況之下 會有這些功能性上面的一些 不如我們的預期 所以當不指責的時候 其實大家反而更大的一個學習 我們怎麼去避免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剛剛講說 誠實的犯錯是被允許的 當然不會是故意去犯錯 員工我們在公司裡面 大家就是知道說 怎麼樣子做是要讓公司最好 在這過程當中 無法避免有一些錯誤發生 但是如果主管的心態是去鼓勵的 是去說 那我們怎麼從這個錯誤當中學習 這個會鼓勵員工才會敢去放手 當然如果你是有懲罰機制的 那我相信很多員工就會開始 那我每次都打安全牌 你再講下去 我可能要遞履歷了 那感受性不太一樣 這個是我們在招募員工的時候 我常講的話 所以不知不覺又流落出來 你剛剛提到就是 因為很多公司 就是在創新的過程 它都一直不斷的想要做出市場的 第一或者是唯一 但是我剛剛聽到的是 你前面先講相信 後面才是創新 我覺得這是完全的去符合 就是創辦人 在你所想要去提倡的一些想法 就你一定要先 相信你會做到 你才有辦法 勇敢的往前跨越跟往前衝 會不會是這種感覺 哇 欸尼克你這樣講 我才第一次去注意到這裡面的 對 你真的對這個非常敏感 果然是媒體人 那我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變成蘇聯的總經理 我不是 隨時都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隨時這個都是我們很歡迎這個 對 有熱情 有才能的人加入 不過你剛剛講那個確實 欸我下次其實在分享的時候 也可以 可以引用你剛剛所發現的部分 確實 當你在講公司的一個 為什麼存在的時候 當然其實免不了 其實公司存在就是競爭要賺錢 是沒錯 但是這個之外其實一定 更有形而上的東西 對 你才會吸引人才留下來 對 過去也很多面試的時候 很多會從其他的產業過來的時候 那我會跟他分享溝通這一塊 對 其實因為這個理念如果對了 人才才會留得久 沒錯 我如果其實在訪談過程當中 看他過去的履歷 然後他的要的什麼東西 如果當我開始有點意識到覺得說 OK 因為你知道嗎 你看履歷大概 然後再問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他想要什麼 對 我通常會鼓勵這些年輕人 就是說 我還是必須提醒他說 這個產業 如果你是要來這邊賺大錢 對我們公司來講 沒辦法讓你賺大錢 沒錯 但是如果你願意來這個地方上班 你要對自行車有熱情 這是對的地方 而且讓你工作 家庭跟你職業來的發展 是可以契合的 是 如果你是喜歡這樣子的 那你再來歡迎你 對 你要來這邊賺大錢 對不起我們可能 隔壁的工業區有幾家 對 對這個保護台灣的這個很厲害的企業 對 那你或許你要的是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剛好 如果有年輕的朋友 在聽這一段訊息的時候 其實你在尋找工作 走上工作的時候 這個工作是不是符合你 我剛剛所提到的那一部分 因為賺錢絕對是基本 對不對 大家要出來工作 一定是為了賺錢 對 但是你既然在有選擇的狀況之下 你要選擇一個跟你比較能夠 想法理念上面契合的一個公司 來一起努力 這個才會長久 如果你只是追求 今年的收入要多成長多少 那你可能就會兩三年換一個工作 兩三年換一個工作 這不是說不好 因為畢竟你可能要找一個好的環境 但是我只是鼓勵你說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當中 其實真的可以多看一下長久發展 其實舉我自己來講 在一家公司24年 講真的我也沒有預期到會這麼久 真的24年 對 但是如果這個時間點對了 這個公司也對了 文化也對了 突然才回手說 哇已經這麼久了 那我還沒有感覺到 已經時間過這麼快 包括我現在目前的幾個老闆 時間都超過我 那他們也覺得說 很難想像他在公司已經這麼久了 但是大家都還 因為持續在進步 保持著熱情 持續在往前 熱情 對 持續不斷的想要為 想要轉動這個世界 來帶來一點點的不一樣 帶來一點點新奇 帶來一點感動 帶來一點刺激 所以對不起 可能話題有點岔開 但是你剛才一講 我還是要回到你剛才所問的問題 所以說 產品的整個這個所謂的 生態系 確實我們從小的產品 那因為對公司的這樣子的 期待跟熱情 我們怎麼去激勵其成者 那當然我們就開始這個過程當中 在公司的發展過程當中 一定會跟客戶接觸 消費者接觸 他們常常會給我們一些 他們對我們的產品的回饋 一定會有一些抱怨嘛 對 你們的產品搭配上面 是誰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等等 車價的問題等等 所以慢慢的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也真的很幸運 公司成長 也有機會去讓 跟很多 在腳踏車裡面 但是不同零件的這種公司 大家也有機會開始 邀請他們來加入 蘇聯這個集團裡面 那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過去這幾年 我們成長了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需要看一下 我的資料 避免錯誤資訊 我們在這36年 我們已經有13次的併購 那這個併購 不是只讓自己變大 所以說我們做變速器 我們再去買變速器 再買更多變速器進來 我們的創辦人 他們很有策略的去併購 都在這個領域裡面 都是算做的已經不錯的 那可能在那個當下 有一些機會 大家可以合作 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們 一起進來 所以現在目前 你剛剛所提到的生態系 確實也是因為這些 公司的加入到蘇聯集團 要不然光靠自己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 專業領域的部分 那我必須講說 蘇聯會有今天 能夠提出整個 這一種生態系 或整個group set 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其實是因著過去 這13家公司的加入 對其實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 我在前兩個禮拜 我在工會也做一個演講 那個比較細節 談到各個產品的 比較部分說 這些產品的加入 其實到後面 我們才去看到 它對整個產品整合上面 有很大的一個扮演的角色 對 所以我們在5月15號 我們也很開心 推出一個 我們今年度 一個非常重大的產品 就是那個RAID 新的年度的一個 一個全新設計的產品 對 全組的這個產品 裝上去之後 其實你不用擔心太多 功能上面 我們都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幫你顧慮到 偷偷的說我們很有幸 但那時代在3月多的時候 就受到芝加哥的邀請 原廠的邀請 那我們開始用這道產品 那時候很痛苦 都不能講 因為我們簽保密協定 那時候就覺得 整個產品速聯 我覺得已經到了一個 不太一樣的一個時代了 時代完全不同 跟過去第一代 第一代的一些產品 有一些不一樣的展現跟改變 太好了 我很開心聽到你使用者之後 有這樣子覺得 哇真的不一樣 而且那種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希望inspire cyclist 就是激勵消費者 你騎完之後你會覺得 哇我跟你講 我跟你一樣 我3月份拿到 然後我開始騎乘 對 我還要做一些偽裝 因為不方便 對 但是騎的過程當中 就真的覺得會很不一樣 就覺得 嗯確實 團隊在這一塊的用心程度上面 讓消費者 包括我們自己員工 在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yes 這個就是消費者要的 針對未來的整個市場 因為現在目前感覺好像整個市場都在e-bike 比較多 然後也有很多的聲音 很多越來越多的報導指出 e-bike跟公務車可能會有一個黃金交叉 它的成長會有黃金交叉 是 那針對整個公務車未來市場你怎麼看 或者是 蘇聯會不會未來加入這個e-bike的戰場 然後把這個宇宙更擴大 呃 我先回來談一下就是 呃 其實在疫情之前19年 我相信從這個統計數據來看 其實腳踏車的銷售 我們講一般的一般的這種 運動的 對 機械式的這種腳踏車來講 其實它已經開始進入到一個高原期 對 成長似乎 沒有看到很大的改變 是 但是 e-bike 事實上一直持續 它每一年的成長都非常非常的高 對 其實這個你剛剛講說 會產生一個交叉 我這個不意外 嗯 因為畢竟我自己也去騎了之後 你會發現說 哇 看到的風景不太一樣 它不只是加了一個助力在裡面 那因為這個助力其實讓你的整個騎乘的體驗 所以 呃 我們公司在對這一塊來講 確實我們在這一次稍微又比較謹慎一點 嗯 所以很多人也在那邊問說 欸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那確實我們這一塊讓消費者等了比較久一點 嗯 那其實我們在去年9月 呃 這次我們做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先從呃 比較小的品牌合作 是 因為e-bike 跟一般的腳踏車不一樣 是它的車架設計 對 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很難說 呃一下子就放大 那我們也刻意的 畢竟是我們一個新 全新的產品 嗯 那我們這次只調了呃 特定的 而且是在歐洲 呃 就是比較小的品牌先合作 對 不是說我們沒有信心 而是我們希望說 在這一塊來講 我們會更謹慎 是 然後去確保說 包括車架設計等等 我剛剛講 原本的產品 就已經進入所謂的 一個整個group set 生態系統部分 對 那你再把這個 呃馬達的輔助動力 加上去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去做整合 是 一樣把馬達加入到 所謂的這個生態系 嗯 那這樣加起來 其實就有很多 可以玩的東西 對啊 包括啊 其實最讓人興奮 就是它所謂的自動變速 是 我們的產品 你不比較不是裝在一般通勤的 嗯 電動輔助自行車 對 或者是一般的這種登山車 我們 設定就是希望是 屬於高階的 是 那這些選手 或是這些騎乘者 在使用的路況上面 都是比較挑戰性的 對 那 這一塊加入電動變速的時候 來講 事實上讓這些選手 或是騎乘者 他可以比較不用去想太多 你知道我們在騎登山車 遇到這種很挑戰路面的時候 對還在思考 很多人都會 真的是手忙腳亂 是 腳要踩 要看 然後現在哪一檔數 手要怎麼變 那個都是 一秒兩秒內就要決定 前面看到一個很大的石頭 你到底要怎麼變 還要煞車對不對 還要怎麼樣避震器 是 所以 對騎乘者來講 那個是 可能或許的人覺得 那就是盲屯敗 過去一直來 但是 既然有這個機會 既然系統可以整合 我們就把自動變速放進來 就好像從手排 進入到自排的 汽車的那個部分 有人會覺得說 不需要我就是還是要手排 我只要自排 Five 這個你還是可以選擇 但是 對你開始使用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嗯 這是科技的進步啊 你為什麼不享受 你可以把你的專注力 你可以手就是 可以更牢牢的握住 那很多變速的東西 讓有一些智慧化的東西 去幫你 看路面狀況 環境狀況 對 自動調整 那你不喜歡 你還是可以去加入 你的想要的部分 所以自動變速就 很快的 在我們去年9月 除了馬達進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 自動變速加進去 嗯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特徵 就是所謂的 Cost Shifting 就是 你在騎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比如說在下坡 你就會忘記踩 然後等看到下一個路況 你要趕快變速 沒錯 那事實上 而且你變速還要踩 對 那其實我們的這個 所謂Cost Shifting 的部分就是說 你在不踩的狀況之下 你在手上變速的時候 嗯 它就可以開始移動了 是 因為馬達是可以轉動的 沒錯 那後面就開始自動變速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 也讓騎乘者覺得 哇這個是一個 蠻有趣 而且對很多人來講 也是需要的 是 所以我們這次的推出 就不再強調 馬達 馬力多強 怎麼樣 這樣子 續航力怎樣 當然一定都是水準以上 對 我們反而在強調的是 騎乘者的體驗 讓他在騎車的時候 可以有更 舒適 更enjoy 在那個 在那個騎乘當中 你可以去看你的環境 要怎麼去 去控制 去享受 而不用一直分心 還要變速啊等等 嗯 對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執行起來 真的是蠻困難的 有時候只是 為了讓騎乘者 有那0.1秒的快感 跟感受 但是公司呢 就要花可能 三年五年 去做很多的平衡 我覺得平衡很重要 很多產品 你有想辦法就可以把它做到 車上 但是怎麼取得平衡 是我今天整個 在跟Bub聊的過程當中 我感受到最多 這個平衡不只是 產品的平衡 包含就是公司的管理層 跟夥伴之間的平衡 包含了整個跟工廠 跟生態之間的平衡 完全都不太一樣 而且我今天跟Bub聊的過程當中 我感受到一段話 一直在我腦中 一直不斷的出現 就是當你堅持你的堅持的時候 別人就會懷疑他的懷疑 我覺得 蘇聯公司好像一直不斷的在崇尚 這樣的一個文化 相信 先信後解 因為一定要不斷的相信自己能夠做得到 才有辦法 能夠去跨越崇尊的阻礙 到達自己都想不到的那個地方 那因為其實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真的很想跟Bub多聊一些 因為Bub真的 我過去有幸 聽了Bub好幾場講座 未來如果有機會 你看到蘇聯公司 Bub總經理 你一定要去聽 Bub他在做整個的 未來的趨勢的發展 真的我覺得很棒 那最後有一題我想要跟Bub聊一下 就是因為你本身也是 自行車工會 TBA的常務理事 那其實自行車工會 現在目前的會員 也大概 快將近400個公司 但是其實也很多 還沒有加入自行車工會 我想要請Bub來跟 現在的聽眾朋友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 工會的一個朋友呢 你鼓勵他 為什麼他值得加入自行車工會 好 工會本來當然所提到 就是一個商業團體 然後大家聚集 重點是說聚集要做什麼 對 這個很重要 很多的團體聚集 吃吃飯 聊聊天 那我相信自行車工會 我們在台灣 整個自行車產業的發展過去 我們可以回首過去 前輩們其實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對 包括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自行車的整個產業的轉型 那包括很多區域上面的這種 競爭全球的這種法規上面的部分 包括投資上面的障礙等等 其實特別我們相信疫情完之後 這幾年大家又更明顯的感受到 有一種撲朔迷你的感覺 對 怎麼說變就變有沒有 而且那種改變可能 一開始大家可能 以小型規模的公司 甚至不會去注意到說 有一些特別是這種環境的競爭 所衍生出來的一些法規 是 包括所謂的貿易的這些障礙 對 保護等等 其實越來越 可能比過去都多 大家只要覺得說 好像 我們以前講說世界是平的 對 那沒有太多的這些障礙 大家就是自由貿易啊 大家崇尚這一塊 可是好像從19年之後 1819年之後 對 你慢慢大家開始感覺到 大國之間 然後區域之間的競爭 開始出來了 那我相信特別疫情完之後 又更明顯 對 大家又更看重 怎麼去保護自己國的利益 區域的利益 所以這一塊 很多的法令規定開始 這幾年的改變非常劇烈 那我覺得工會 目前扮演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有工會的資源 對 跟包括這些大的公司 是 就是說這些大公司 他也願意分享說 他們注意到了什麼 甚至他們已經有被 遭遇到什麼狀況 台灣自行車工會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開放跟分享的團體 就是大家會把這些議題 帶到工會裡面來 然後來研討說 怎麼用工會的力量 因為我必須還是提醒大家 台灣在自行車產業 在國際的力量 是很有影響力的 沒錯 其他產業不知道 但是台灣在這一塊 是很有影響力的 因為畢竟台灣在自行車的 發展的歷史當中 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所以當大家有這樣 用台灣自行車工會來發聲 或是來去談一些議題 甚至跟一些跨區域的部分 大家開始在談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塊是有功效的 所以你剛剛所問到說 工會的主要的一個目的 我覺得這一塊是集合眾人的力量 對 然後去關注 會影響到這個產業 未來的發展的部分 大家制定一些行動方案 去因應去回應 總比你自己一個人 去面對這些問題 或是你後面來才發現 環境已經轉變成這個樣子 沒有時間去做準備 我覺得這幾年我加入工會 因為我加入工會時間 比較短一點 之前都是前輩在參與 我們所看到過去的努力 跟現在的努力 我必須想說 現在的挑戰更大 那工會在無理事長的領導之下 我覺得這幾年的轉變也很不一樣 我覺得更多的 有更多的碰撞 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交流 對 交流這個塊 包括對各個這些活動 參與 甚至創新做法 像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用這樣子Podcast的一個模式 我相信也看到說 媒體這一塊的發展 怎麼樣子跟產業的發展 大家也願意 我相信工會提出邀請 我相信很多的廠商 包括我們都很樂意說 可以來這個地方來分享 只要是對自行車產業 有幫助的地方 我們很樂意 一起來這邊 跟大家一起來做分享 真的 那非常感謝Bob今天 上了這個節目 Bob其實也是 也很早就一直 就是申請 趕快我要上這個節目 來分享一些想法 對不對 謝謝 所以其實未來 這個Bike of Battle的節目 在每一個月都會不斷的播出 都有很多自行車優秀的人才 跟高手 跟領航者 來到現場 來跟我們分享很多自行車的大小事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要這邊改個段落 我們跟鏡頭前面的朋友說 掰掰 掰掰